一壶啄酒几个小菜 三五知己 其乐融融 这样的场景呢 在陆地上是很常见的 谁还没几个朋友啊 你就是在公司上班 除了公司举办的那些团建之外呢 那同事之间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小型聚会 那在船上有没有呢 你除了法定节假日 那些加餐聚餐烧烤 你可不可以三五个人下班之后聚一聚呢 当然可以 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由于船上环境比较特殊 往往呢被诟病为拉帮结派 这个现象在早期跑船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 那时候确实几个人聚在一起就被这样定义的 的确也有很多这样组成的小团体之间的冲突事件发生 那现在呢 船上这种冲突就很少了 几乎绝技了 因为船上它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系 包括公司的规章制度 行为规范工作职责等等这些方面呢 几乎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日趋完善 那以前比如说伙食费结余啊 奖金分配啊 职责界限模糊等等这些容易引发矛盾的地方 全都有章可循 有法可议 就没有了利益冲突 那么你所谓的拉帮结派 或者就成为抱团取暖吧 那各种各样的小团体呢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船上的这种小聚啊 也是具备有其积极的一面的 比如说排解寂寞 排解压力 增强凝聚力 和谐船上的人际关系 搞好船上的气氛等等 确实也有着它积极的作用的 所以说现在船上的主管呢 对下属的这种 比如说下班了几个人喝喝茶 聊聊天 或者分享一下私人购物的一些美食 等等这种类型的小型聚会呢 也都不会亨加甘语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几个人聚在一起 就推定他们一定是拉帮结派 一定是在搞事情 也的确不应该做这样的有罪推定 那这样做是有失管理的公正性的 尼采在善恶的笔端 这本书里说过一句话 与恶龙缠斗 你也可能变成恶龙 凝视深渊 最终深渊会暴以凝视 我把这段话放在这里呢 意思是想说啊 过度的猜忌 过度的猜疑 这个就是恶龙 就是深渊 最终会吞噬掉自己的 其实反过来呢 还有一句话 也分享给大家 我看青山多妩媚 青山看我应如是 那这期咱们就聊到这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